微博热搜上郑州地铁五号线的那件事情 当时我和我爸妈在最后一个车厢 刚开始大家没有人在意 就是觉得地铁里面进水了 我发朋友圈的那个时间线 大概是在六点零几分 然后地铁开始进水了 然后我发了一条两条朋友圈 列车员跑到我们最后一个车厢 因为我们最后一个车厢应该是连着司机的 司机好像出来了 把门都给锁了 当时大概就是在 因为我不是郑州人 所以大概是在两个站 中间就是前一个站刚开出去一点 还没有到另外一个站 就大概是在两段路中间的那个位置 车子就停在那里 我明显的觉得整个车子是倾斜了的 就不在正轨上开始进水 然后刚开始只进了一点 只是地面上浅浅的一层 进水进得非常快 然后很快就到了座椅一半的位置 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 当时大家都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还有人在调侃我说不懂就问 这就是在河里吗 事情就越来越严重 大概在不到一个小时 我们最后一个车厢的人就开始往前面去 但是前面有人说 说前面的门也打不开了 就让我们继续往回退 大概是在晚上七点多八点的时候 是已经到我爸爸的脖子这里了 因为我爸爸认为自己是个男人 觉得应该把两边的座位让给就是父女和儿童 我们后来都是站在座位上的 虽然我觉得在这种时候还是亮丽而行 但是她还是以她为标准的话 水已经到了她的肩膀这里 刚开始车厢的灯是亮着的 然后后来车厢的灯突然全灭了 应急的灯就车门上的两条杠 两条横杠一闪一闪 其实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平静 因为我刚刚睡了十几多小时 甚至连梦都没有做 这次试过死了很多人 死了十几个人 都是一个一个亲眼看到的 甚至有的人物 我把她的身体往前传 可能因为我年纪比较小 体力比较好 精力也比较好 所以到后来我其实是没有什么事的 因为大家死亡的原因都是缺氧 严重缺氧 因为后来水已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都呼吸非常 就是那个时候衣食情绪大家都比较紧张 然后本来就呼吸一加快 当时因为地铁是封闭的 所以根本没有地方透气 外面的空气进不来 里面的氧气基本上已经被吸光了 整个胸腔都在疼 根本呼吸不了 心脏疼 整个胸都特别闷 然后胸腔疼 说句实话 我爸妈年纪不小了 我爸妈年纪半百了 我从头到尔没有什么大事 但是我害怕就是我爸妈出事 他们两个到当时真的差点就撑不住了 就我爸休克好几次 神志不清你知道吗 就跟他说话 说话都说不出来 整个人都在抖 那大概就是我全程最害怕的时候 我妈本来身体都不是很好 我站在那个上面 我一会儿确认我爸怎么样 一会儿又去拉拉我妈 因为我跟我妈中间隔了一个人 死的那几个人里面 有两个人 连我们是特别近的 有一个是站在我妈旁边的那个人 我妈说当时他就是 跟他脸对着脸呼吸 他真的呼吸非常急促 一直在喘 我妈妈说 他跟他的家人打电话 跟他母亲打电话说 银行卡密码什么的 可能就是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那排对面的一个阿姨 她刚开始在很努力的去维持秩序 她告诉大家说 大家不要紧张 会有希望的 就是嗓门很大你知道吗 很有号召力 但是后来因为 因为我们在里面是不知道救援消息的 说句实话 真的有一瞬间非常绝望 你不知道你能等到 什么时候是个头 你不知道救援队 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把你救到 然后后来大家情绪都崩溃了 本来很冷静的那个阿姨 其实我觉得她强装镇定嘛 为了维持秩序强装镇定 最后我们车厢都往前面去的时候 她可能没撑住 然后呛到水了 不幸去世了 我妈妈说 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人 结局非常让人唏嘘 之前虽然我们刚开始的最后一个车厢 但是我们后来都往前去了 但是后来后面还有很多人 最后一个车厢里 当时还有一个孕妇 我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 因为我到现在都没有去看新闻 真的是第一次人生中有这种生死的经历 说句实话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后面晕厥的人 就是我们前面的人 说我往前面传 因为说当时说前面已经有救援了 就是说先把后面晕过去的人 撑不住的人 就先往前面传 我去打了把手 人生中第一次 人生中第一次摸到真的死 其实你知道那个感觉 不能说难受就很懵了 虽然我未成年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情况非常好 我想让其他人先走 但问题是我当时我爸妈 基本上都已经撑不住了 你知道我爸妈身体平常都不是很好 然后年纪又大了 我很担心他们两个出事 然后因为我有个姐姐 看我们三个全都在那没了 没了我姐得多难受 然后我就推着我爸妈往前走 就是后来救援真的到了 其实我觉得救援应该早就到了 我觉得救援应该早就到了 但是可能情况比较复杂了 因为我们在后面嘛 可能前面消息传不到 当时周围的人都挺绝望的 政府是不是不管了 所以当时有人刷到一条微博说 不知道哪个傻逼 发的虚假消息说我们都已经被救出来了 发的虚假消息说我们都已经被救出来了 就讽刺一样 你知道吗 我们当时人都要没气了 憋死了 有人说我们已经全都被救出来了 搞笑一样真的是 就有人看到这条微博 然后就崩溃了 负面情绪开始传播 说实实话死的大多数都是那种年轻貌美的姑娘 每个人穿的都很时髦 看上去是那种所谓的身材好 白优瘦审美的恶心的地方 要是让你维持那样的身材 你整天你整天这也不吃那也不吃 身体当然怎么可能好 大家都是社畜 好吧 我算是还不是 但他们大部分都是打工人 然后又要每天那么大的工作压力 又要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 去维持自己的身材 谁能身体好 可能因为年轻嘛 学生 然后平常又不在意这些 所以就比较能撑得住 后来我跟我爸妈被送到了最后一节车厢 因为是从后面开的嘛 然后就是从后面被救出去的 我是自己出去的 但是我爸妈都是被人抬出去 搀扶着抬出去 那当然有一个长得挺帅的小哥哥 人特别好就是扶着我爸 因为我爸当时已经站不住了 整个人要摊住了 我以为他就快不行了 你知道吗 就很吓人 那个哥哥就是他搀扶着我爸 我在后面扶着我妈 然后我妈当时已经崩溃了 你知道吗 然后他去抓那个哥哥袋子 我跟他说你不要抓人家 我扶着你就 然后那个哥哥还说 没事你让阿姨抓着我 当时跟我站在旁边的 有两个同龄的女生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怎么样了 哦我记得我们往前面车厢去的时候 我好像看见一个女生 抬着另一个女生走了 把她往前面推 说她还快不行了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怎么样 我希望他们两个没事 然后那两个女生 一个人一直在跟另一个人道歉 说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去坐这趟地铁什么的 然后另一个女生 一直说没事没事没事 然后我看他们两个 就是那个女生情绪挺崩溃的 就一直跟他说 一直在找话题聊 说哎呀你们看不看元丹呀 什么你们听不听歌呀 什么的 然后玩不玩以游呀 什么的 就跟他们聊天嘛 想缓解一下他们的情绪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头到尾 异常的冷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相信自己会这样死了 我觉得我命不该绝 我现在非常庆幸 我觉得我们非常幸运 因为我们当时在最后一个车厢 在离救援最远的那个车厢 我跟我爸妈三个人都活了下来 而且说这些实际上 现在没什么事了 甚至因为我回到了住的地方 就猛干了一大杯三句感冒灵 我现在连感冒都没有 就是除了嗓子很不舒服 也有我中间也一直在喊 大家又冷静了什么的 我甚至人生中第一次 光脚 就是光腿 整个腿是裸露着的 然后因为下雨 所以只穿了拖鞋 光腿穿拖鞋 去踹碎玻璃 竟然腿没事 这次经历真的是 被救出去了以后 我们就一直被放在那个 因为当时我们算是出去的 不算早也不算晚 就是算中间出去的那一批 我们就一直在那个地铁口 就是已经到了地面上 路过负一层的时候 真的躺了一地的人 你知道吗 躺了一地的人 我觉得大多数都没气了 就是刚从地铁里出来 在过那个隧道的时候 路上你知道 就是那个边边上 躺了三个人 应该是没气了 整个人看上去惨白惨白 皮肤都被泡发了 出了隧道以后 又躺了一地的人 救助人员在尽力的 去给他的人工呼吸 或者心肺复苏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 那些人古迹后来都 因为看上去就 因为有的人 鼻子嘴里面流出了血 白沫 涂白沫 到了地面上 地铁的入口处 我们大概是 十点左右被救出去的 然后我们在那里 一直待到凌晨一点多 因为我们当时也能理解 我们想的就是 应该先把救助的人 能救出来的人 就能拉出来的人 全部拉出来了 然后再把我们 送到安置的地方 就是一点多 把我们人送走 然后我们都被送到了 一个大会议室里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一直待 好像还是个酒店旁边 所以酒店送来的 有床单 撕窗帘 你知道撕窗帘保暖 然后在那里一直待 我们一家是待到了 第二天早上的六点多 肯定他们也没有精力 把我们一个个送到住处 然后就想自己先走 六点多 步行了近两个小时 然后到了我们住的地方 我们在大雪路 当时好像被送到了 松山路什么的 因为我不是郑州本地人 不太清楚这些地方 但我就到宾馆 然后去买了点吃的 然后我爸妈 因为精力都不太紧 我们先洗了澡 红浪天气 红浪灾害之后 回家一定要先洗澡 红了个澡 下楼就去买吃的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可能会是 整个世界里面 心态最好的一个人吧 我真的到现在 都没有觉得很害怕 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也对那些去世的人 觉得非常惋惜 因为他们中 真的有很多人 是很好的人 但是就是生命 就完结在了 以为是生活的小事上面 因为当时 进地铁前 我跟我爸妈 已经在雨里走了很久 整个郑州 水都是像河一样 你知道 都大部分都到膝盖以上 我们进了地铁 以为万事大吉 你知道吗 以为是希望来了 没有想到 是从一个绝望 走向了另一个绝望 真的没有人会想到 就是这样一件 生活的小事 会断送我们的生命 这件事情对我影响挺大的 但是我现在还好 心态还好 就觉得珍惜生命 出来的之后 第一件想的就是 一定要好好生活 好好学习 把每天都过得值你 我本来从中到尾都没有哭 我从中到尾都没有留意滴泪 基本上没有情绪崩溃过 但是现在想想真的是还是挺难受的 有的人就那样就去世了 然后我们还好好活着 我真的觉得我们特别幸运 我还是希望在这种灾难面前 有能力的人一定要尽量的去帮助其他人 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 不能用性别或者年龄去要求一个人 就像我 其实我一直是觉得我可以再去帮忙的 但是因为我怕我爸妈担心 我爸妈当时状态真的非常不好 我怕他们担心 因为担心我更严重了 所以我没有去 但是我其实是希望我能参与到救援中的 然后就像我爸爸 他虽然是一个男人 但是他真的年龄不小了 而且身体真的不好 我希望就在这种事情面前 大家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不要对自己有过得的道德绑架 也希望其他人能够理解 我不知道说什么 就先这样吧 希望那些去世的人的家属 能够早日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 我真的特别为他们难过 正如我视频标题所说的那样 我15岁 我刚刚经历了生死 想必大家也已经看到 昨天晚上微博热搜上 郑州地铁五号线的那些